布鲁瓦宣布强制疏散 库拉霍夫水库被俄军炸毁 战况对乌军不利 乌军昨天打出了开战以来最高单日战果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12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 战况剪辑 咱们就先说战况 今天是战争的第993天 在过去的一天里 前线发生了187次战斗 泽连斯基总统向857名乌克兰捍卫者 颁发了国家奖章 其中472人为追手 比例超过了55% 由此可以看出乌克兰人英勇抵抗 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 但在战场上的牺牲也是巨大的 哈尔科夫地区的布鲁瓦社区 宣布强制疏散 两天前向您报告了这里的社区 正在考虑强制输送的消息 没想到这么快就正式宣布 说明这里很快就成为战区 在波罗瓦稍微北面一点的地方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完全占领了库里斯尼弗卡串 显然 俄军很快将对波罗瓦展开正式的攻击 试图将战地前推至奥斯基尔河所岸边 如果他们得逞 就可以利用奥斯基尔河天险 减少在这一河岸的周军 将更多机动兵力投入其他地段的进攻行动中 昨天有朋友还说不太了解地图 咱们大致说一下 一般分为三个部分 从左往右 浅色部分是乌克兰领土 粉色部分是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淡粉色部分是俄罗斯领土 如果我们看一眼全图就会发现 战线每一处地方都在发生激烈的战斗 波罗瓦和库皮昂斯克是2022年9月被乌军夺回的 你肯定记得那个9月处 乌军轻装甲部队在希尔斯基的率领下 以迅雷布吉安尔之势 经由巴拉克里亚蛇腹秦克沃 迅速推进着库皮昂斯克战外 考虑到库皮昂斯克一丢 一九母的俄军必然因切断补给线而陷入宽境 于是俄罗斯西部军区的大批王牌部队 马上交底抹油克6 丢下了大批自动物资 乌军顺利收复库皮昂斯克 波罗马和一九母一线 并渡过奥斯基尔和夺取莱马 威胁斯瓦托夫 可惜因为乌军缠入的攻击能力 斯瓦托夫一直没有拿下 俄军随后以斯瓦托夫为进攻发起地 反击库皮昂斯克 两支军队已经在奥斯基尔和到莱马杨皮尔一下 敖战两年有余 乌军在战争初期顶住了俄军实陆途径 并收复了哈尔科夫东部和地涅布和右岸赫尔松地区 说明当时的俄军自是善告 但存在相当多的缺点 可供乌军利用 然而俄罗斯人也不傻 他们虽然损失惨重 但依然在战争中学习了战争 两年多过去 他们重组了被海马斯精确火箭弹摧毁的前线后勤补给体系 恢复了进攻能力 重建了加密通讯系统 避免了更多将军被杀 用大量防控系统严密保护克里米亚大桥 并修通了从断河潘罗斯托夫 到梅利托博尔泽铁路线 这些都说明 俄军能让乌军利用的缺陷越来越少 战争来到这个阶段 已经没有什么巧仗可打 比拼的是双方的综合国力和盟友的给力程度 让我们唏嘘的是 一千天以前 泽连斯基能在内外交换 头上导弹乱飞 俄罗斯特种部队摸到总统府外两个街区 国家进入崩溃边缘的时候 喊出了我不要搭便车 请给我弹药的口号 率领乌克兰人民抵抗住了这场灭国之战 体现出乌克兰人的勇气血腥和弹道 可整个完命战营在两年多的时间中 却始终无法给乌克兰人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弹药 反而还要在原武武器的使用范围问题上施加限制 类似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 每次只提供10枚斯卡尔铺导弹 一年也只能提供区区600枚华翔炸弹 仅为俄军一周的投放量 无可否认的是 整个西方阵营缺乏一个占庇抑 率领各国誓死对抗俄罗斯的伟大领袖 而欧洲各国之间仍刻手援武不能削弱本国国防的宗旨 从而更多体现出来一种畏首畏尾的保守作风 这不能不说是这场波兰壮阔的战争中的最大缺憾 原版 如果美国出现一位类似罗斯福里干那样的杰出领导者 能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和工业能力 率领欧洲盟友强力支援乌克兰的话 说不定乌克兰早就赢了 而让人悲伤的情况还没完 到了一周之前 川普的上位甚至让温水主大额的战略本身 是否能继续执行下去 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到底是要乌克兰投降呢 还是能支持乌克兰继续抵抗下去 现在成了薛定恶的猫 谁也无法预料 事情怎么就会变成这样了呢 如果那些为乌克兰已经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权限有之 不知该作何感想 如果那些在二战中 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献出生命的美国英雄们权限有之 不知该作何感想 说回战况 在战斗最激烈的库拉霍夫方向 库拉霍夫北面的水库疑似溃坏 在河流下游的船庄 人们观察到水位提高了1.2米 但暂时还没有房屋因洪水而被摧毁的报告 由于此地激战震撼 水利专家们暂时还无法进入战区进行调查 水库的北面现在全被俄罗斯人占据 由于水位上升影响的地区 全都是乌军目前占领的地区 因此水库很可能是俄罗斯人炸弹 为的就是阻碍这里的乌军获得畅通的补给 并且阻止乌军撤退 断尼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负责人 已经表示这就是俄罗斯人干的 暂时还不知道乌军准备如何应对这次危机 库拉霍夫附近已经集结了相当多的俄军部队 已经展开了小规模建功 预计不久之后 这里就会爆发更多更激烈的战斗 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俄罗斯人最终的目的 不仅仅是占领一部分土地 而是希望美国和整个欧洲陷入疲劳 最终撤销对乌克兰的支持 那么俄罗斯就可以解除掉 山上的几万条制裁 重新回到国际舞台 届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严重削弱 甚至被盟友抛弃的乌克兰 以及毫无斗志的美国和欧洲 到那时俄罗斯可是会得到 世界上所有邪恶力量的推崇 各种援助和支持 将如雪片般飞向俄罗斯 俄罗斯不但可以很快修复战争创伤 还能骑在美国和欧洲头上 左威左腹 俄罗斯仅此一战 能从GDP排名不进世界前时 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衰微的暗弱 一跃冲回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行列 与这个辉煌的图景相比 俄罗斯多失去一些炮灰 又算得了什么呢 与俄罗斯的猛攻猛打 形成鲜明对照的事 欧盟外交负责人伯利利 这两天访问乌克兰时 坦率承认 至今只向乌军提供了98万枚炮弹 而其实本该在今年3月就提供100万发 这8个月的延误 加上众议院卡脖子原屋计划半年之久 让乌军多死了多少人 多丢了多少地方 再联想到法国泛气于勇 一次性向乌克兰提供了 10枚斯卡尔普巡航导弹的壮举 我们尴尬的脚趾头 都能在水泥地上抠出大坑 欧洲国家加快军攻动员势在必行 文明战营加大原屋力度 刻不容华 对乌军来说还是有好消息的 乌总参今天发布的数据 到昨天为止 俄军已累计上亡712610人 新增1950人 坦克9276辆 新增23辆 装甲车18847辆 新增81辆 火炮20352门 新增38门 乌军昨天打出了最高战果记录 1950是开战以来最高的一天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见解啊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咱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